市長還有各位鄉親 我想接下來我用工程的觀點來看我們這個問題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上了一堂 王老師一直拿地質課 那針對工程結構設計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目前我們的建築物設計 都根據我們的建築技術規則 或者對於地震後 根據那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我們這所有的 不管建築物規則或耐震設計規範 我們所規範到要注意的斷層 就是第一類斷層 那剛剛有王老師明確的報告 就是說台北斷層它不是一個活動斷層 所以基本上在這個相關的建築法規上面 這個台北斷層是不需要在設計上多加考慮的 另外我再簡單報告就是說 萬一我們建築物碰到斷層的話 在法規上是怎麼考慮 我們一般是考慮進斷層效應 因為大家知道整個台灣現在活動斷層 總共有20條左右 第一類第二類加強有33條 所以我們的生活環境不可能完全避開這些斷層 或者是做活動斷層 那現在我們針對活動斷層 在設計規範上是要求我們要考慮進斷層效應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基地真的靠近斷層 可能是200公尺以內 你要提高設計地震力 把設計地震力把它提高到可能最大的 因為這個根據每個斷層 它可能又發的地震不一樣 假設車隆浦的話 大家都知道921的車隆浦斷層 它所要提高的設計地震力 可能提高到差不多1.5倍 就是150% 我們用這個部分來克服這個 近斷層的效應 因為畢竟靠近活動斷層的地方 它在地震力在斷層錯動的時候 它受到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用這個方式來克服 那另外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異化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去看那個 中央地調所公布這個 譴視區我們這一塊 不過剛剛我一直以為不應該會有這個 我們這個農政不應該會有 異化這個問題 因為從我們工程的直覺的判斷 黏土層它不可能產生異化 剛剛有報告過 異化的三個條件 一個是鬆沙 就是它很鬆的沙 第二個是水位很高 那如果再加上地震力搖晃的時候 才會產生這個異化 那我們這個地方 它基本上 因為我上次開會的時候 我就看到所有的資料 應該都是一個軟弱黏土 黏土它跟沙的性質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 剛剛聽到說異化潛質 我是嚇一跳 不過這個部分呢 我是覺得也不會有問題 即使是異化潛質比較高的地方 在工程上都可以克服 我們一般克服這個異化的方法 工程上第一個就是做機裝 我把我所有的建築物的重量 把它用靠機裝 把它傳遞到比較深的岩層上面去 就是在你這個基礎下方的岩層 這樣子的話 穿透過那個松沙層 就不會受到那個異化的影響 因為我們一般異化只考慮到 地表面下20米的範圍 那如果我們這個機率比較大 開花比較深的話 事實上可能開花的深度會已經 十幾米 會快接近20米 那第二個方法 我們是靠連續幣 因為一下子開花也蠻大的 周邊會做連續幣 那一般我們工程上認為 連續幣做起來 因為連續幣做很深 一般可能是開花深度的1.5到2倍 假設我們開花深度16米的話 我們連續幣可能會做到20幾米 那它就會穿透這個我們所謂的異化層 所以就把這個異化層這個問題也解決掉 那另外現在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從好的方向來看 土壤異化呢 因為它會把地震震波的隔絕掉 所以事實上對作用 做在土壤異化區上面的建築物 它所感受到 它所受到的地震力會比較小 就好像你在這個建築物底下 加了一個我們叫隔正層 可是當然土壤異化它有它的缺點 它就是會傾斜 它可能會呈現 那這些事實上 就我們現在新建的建築物 土壤異化應該不會是一個問題 都可以藉由工程的手段來克服 那剛剛也提到 如果斷層部分的話 我們也可以藉由提高設計地震力 來做一個安全的把關 我想我就簡單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在把時間還給各位之前 在 因為我剛剛有特別請問 王賢英黃老師這個問題 就是 這張圖我剛剛問王教授 那為什麼叫做台北斷層 因為這張圖其實是日劇時代開始分析